晚上好 我是嘉迅 边城中央医院一名实习医生 在上个月17日在住家坠楼身亡 让公立医院再卷入霸凌遗云 警卫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但不少人现身说法 其中一位曾在边城中央医院实习的医生 就以匿名的方式 在MedicInfo Malaysia的IG账号控诉 指自己在实习期间 遭住院医生言语霸凌和无休日的工作 他说 在实习的每一天都是心惊胆症度日 负责带他的住院医生 不仅多次在病人面前给他难堪 甚至在其评估上给了差评 而其中一次最糟糕的经历是 当时他没有按时在早上6点之前抵达病房 结果住院医生当面斥责他 而作为惩罚 他必须得得到对方的允许才可以离开病房 对自己的遭遇 他曾向专科医生和正式医生反映并且投诉 但都被无视 让他深感无奈 另外一位也是在槟城中央医院实习过的医生阿尊 则向今日自由大妈表示 槟城中央医院以霸凌文化臭名远扬 也让许多的实习医生畏之不已 阿尊说 种族歧视和恶劣的言论很常见 他当时的直属主管不仅叫他回去割脚 还曾对他怒吼指责他无可救药去跳楼 并把他的实习期延长多两个月 而当时习医生因为精神受创向精神科求助时 就会受到主管们的嘲笑 并为他们贴上疯子标签 针对如此的霸凌文化 槟城中央医院院长张锦贤受访时没有回应 而是把问题抛给槟城卫生局 槟州首长曹关友就促请卫生部不要再保持沉默 应该立即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以避免类似的卑职再次发生 另外行动党批雷州主席尼可敏也直言 他们确实收到很多新科医生的反应 在医生行业里有欺凌文化的潜规则 如果真有此事 卫生部必须采取行动 换个焦点 早前8名文心脚车少年被撞死案 被告沈可廷罪成引起了全民关注 如今他获得了上诉机会 上诉庭责定5月11日进行案件管理 根据今日自由大马的报道 联邦法院前法官戈巴斯利南 将率领律师团队为沈可廷上诉 根据了解沈可廷是在今天跟戈巴斯利南见面 而戈巴斯利南也已经同意帮他上诉 说起这位戈巴斯利南 他曾担任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法官 之前也是纳吉的1MDB案件的主控官 另一方面 沈可廷之前在高庭和上诉庭的代表律师法医查 也将会是律师团队的一员 接着有社会经文 再有路霸上路 这次发生在了霹雳吉红大道巴黎路段 昨天社交媒体就流传有关视频 显示一辆扇着双边信号灯的轿车 在查队之后又双线超车 视频疯传之后 引起警方关注并追查 警方在掌握了车主身份之后 就直接上门逮人以及扣押轿车 而车主也承认当时就是他在开车 霹雳州总警长米奥法利就发文告指出 司机是一名印义男子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为道路使用者 带来生命危险 对此警方已经援引了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2之一 鲁莽驾驶条文来调查此案 接着有政党新闻 公正党前副主席努鲁依沙 此前曾表示 西蒙什要至少经历两次的大选 才能够重新入主部城 如今他为自己的言论向支持者道歉 他接受美日新闻访问时后就指出 自己的言论可能伤害了一些人 但他作为一个目睹整个政治格局 发生质变的人来说 他认为西蒙是要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做好准备 包括最好以及最坏的情况 他说如果中间选民决定投票 那对西蒙而言肯定是一个好机会 但这一批人会否出来投票 还是个未知数 此外奴卢也坦言 公正党最近在柔佛州选中失利 让他谨慎看待反对党成功的机会 但无论如何他并没有放弃公正党 政党政治选还在猜测 巫统党选是否会在大选前就举行之际 巫统有了新举动 巫统将会在5月15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举行特别大会来修改党章中 攸关党选期限的提案 到时候所有的巫统代表都必须出席 根据巫统总秘书阿木马斯兰署名 发出的通知函 巫统代表在去年3月的巫统大会 一致同意并通过了 党选必须在每一次全国大选之后的 6个月内举行 巫统宣传主任沙里尔·寒丹指出 巫统特大没有辩论的环节 只有通过好像在国会内的声浪表决 但由于修改党章 已经是在巫统代表大会通过的提案 是巫统党员的指定 所以他认为在特大也一定会通过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